7月28号星期三 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表示 开学后 如果中学里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未接种疫苗的学生将被驱逐 这显然会形成疫苗接种的强烈动机 他还补充说 那些不愿接种疫苗的人将接受远程教育 对于小学来说 一旦发现有学生感染 会关闭整个班级 在上个学期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这是一项增强的防御措施 因为小学生没有接种疫苗 所以我们对小学教育要保持这一规则 当被问及这是否涉及到学生之间的歧视时 部长说 不能这样笼统地思考这个问题 这种争议现在已经明显减少了 特别是政府一直在设法为更多学生和成人接种疫苗 当你接种了疫苗 你就不会传染其他人 而如果你不接种疫苗 你就会冒这种风险 让米歇尔·布朗凯提出的想法是 开学之后不会强行在学校里推行健康通行证 这是开放学校的宗旨 法国政府一直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回到学校 这位部长强调了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实际上 如果所有法国人都接种了疫苗 那么政府就有理由感到乐观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handeli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